大家好 如果耶蘭人性肚子餓 那怎麼辦呢 替食罐頭啦 但是如果一個大男人一個罐頭 肚子餓起來 肯定不夠的 這次呢 加上這個 這個是好兄弟 在日本買回來的 咦 不對焦的 東兵衛 東兵衛 這一款他之前就有 有講過就是說 東兵衛就出了個特別版 不知多少萬份之一機會 就會裏面那塊腹皮 是深型的 那當然啦 我都挺有趣的 立即慢慢來看 剛剛有個 每個兄弟基本上都走到日本家鄉那邊去玩 趁著現在這段 這段時間 當然啦 拿正牌 不是拿正牌的 即是申請了假期 假期去的 不會說 有些人 有些人說 work from home 怎知道就變成 work from hill 那這些 沒得我講啦 這些叫做 honor system 就來 煮這一個 不用煮啦 煮而已 就來試吃這一個 汁煮蘿蔔 這一個就是 之前 上一次我在 我們去了什麼呢 我們去了泰國 巴提亞 我就以為我買了 蘿蔔 誰知原來我買的那罐 原來是 什麼來的 青魚罐頭來的 所以 這次我又走回去 那個叫做 激安 香港激安 香港激安有的了 不用去日本 找回這罐回來 這罐真的寫著 這罐寫著大根這兩個字 基本上就是蘿蔔 一定是蘿蔔 所以 這次開這一罐 撿煮蘿蔔 還有 吃這個 東冰衛 好兄弟買回來的東冰衛 多謝好兄弟 試一下看看 我會不會有機會種 森型腐皮 還沒開估這個東冰衛 究竟是不是會有森型腐皮之外 我先吃了這次這條片的主角 就是那個罐頭 這個東冰衛 其實 我不知道 因為他 賣 失誤差一點 他賣那個廣告的時候 他說 因為其實東冰衛有很多 不同的 大小 這個就是 大家見到寫著390ml 其實他賣有森型腐皮那個 好像360ml 不同一點 是的 所以 算了 好兄弟買回來 當然 我都 感謝他 感謝他的 有開來 一會開來 揭曉一下他是不是 OK 看回這個主角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汁煮大根 現在開來看看 單手開 應該可以的 好回來 單手 單手真的開不了 這樣 但是 你在裡面 你坐在裡面 看不到 是不是 讓我 拿你出來看看 究竟 你們什麼假貨 貌素實 又搞錯了 原來這罐我看他寫的時候 即是我的招子那裡 是真的寫著汁煮蘿蔔 誰知原來 是這次真的有蘿蔔 但原來是一個醬油煮 沙甸魚 配蘿蔔 我都OK啦 叫中了 叫至少中了一半 跟正了這罐就是 醬油煮 這個醬油煮沙甸魚的 配蘿蔔 開了罐之後 會發現裡面有 兩大塊的 魚 魚身也很粗 很高 另外這裡有一塊 這樣的 這塊比較近鏡 這次我拿回M50來拍 看看 色水門會不會好一點 應該不會爆 不會怎麼爆 有那些叫什麼 有那些叫 光圈 光圈的開門 去調校 拍出來 色水會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爆 不過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近鏡對焦 近鏡對焦 你就要預算一段距離 因為 它不是 預算你 預算你那麼近鏡 應該要 瞬過去 要不然你太近 其實是對不到焦的 你一定要拿回 一定要拿回少少距離 才可以對到焦 這個比較難 我要經常不斷 配在裏面 這個版本不知道是什麼 我都想知道 因為我其實上網看東兵衛 其實很多很多 我想它應該超過十幾款的版本 再加上原來東兵衛 關東兵和關西 是不同的 是那個叫做 麵質也好 或者是湯底也好 都有不同 這個真的要花點時間 再去研究一下 下次去日本的時候 再找一下 究竟 還有沒有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沒有了 先開 沒有了 開這個開了鼓了 這次這塊腐皮 就是正方形的 正常的 正常常方形的 OK 奇怪地會有兩包這樣的東西 這裏就有寫在包裝面 寫到它是七味粉 另外就有 這包是沒有 這包應該是一個湯底 應該是 似是 OK 它有說的這包 加了熱水之後就放在麵面 熱著它 然後吃的時候 吃的時候才倒下去 現在 先來 加熱水 好 趁著東冰衛 正在煮的時候 我們不如先吃了那個 又搞錯了 這個 醬油 煮蘿蔔 沙甸魚 哈哈哈哈 中了一半 中了一半 因為本身貓叔 有平時煮開關東煮 所以我的對蘿蔔 都挺喜歡熱愛的 魚肉的質感 是很鬆軟的 就不會說 好像其他那些 魚那些罐頭 沙甸魚那些罐頭 其他那類 或者西方國家那類 那些魚肉是實到 媽媽不認得 它還是做到那個 軟熟的 軟熟一點 當然罐頭就不可能 好像新鮮魚 要試就試得徹底 先試湯汁 這個湯汁好喝 它也挺香 醬油味 還有 喝下去你不會太戒口 再加上 其實罐頭是沒有防腐劑的 因為罐頭的 做那個方法 其實就是 用高溫殺菌 變了真空 其實它是 不應該 不需要防腐劑下去 另外 試完舊魚 看看我要試我最喜歡吃的那塊蘿蔔 蘿蔔 就差一點 很散 雖然你看到 還是一塊 但其實它 它裡面已經是 軟了 還有因為 我覺得它因為醬油的關係 醬油的味道 醬油容易入味 鹹了一點 蘿蔔鹹了一點 對於舊魚來說 沒有什麼 對舊魚來說 好像真的差一點東西 就是差一點東西 18歲以下的小朋友沒有喝 駕駛的朋友也 適可而止 這樣 沒有錯 始終這些罐頭 味道重一點 要拿回這些來平衡 OK 冬冰胃 應該可以了 因為它寫6-5分鐘 不過我想我個人喜歡吃硬一點 我就三分多鐘 應該可以了 這次它配了這個冬冰胃 就是一個液體的湯底 黑色的 OK 好這個 這個 喔 很濃的 煎魚湯底的味道 尤其是 很像那些濃縮版關東煮的湯底 很香 OK 我把腐皮 因為我習慣把腐皮扭到最後才吃 一口 一口 還有這個版本 不知道這個版本是否和 上一次我在露營吃的版本是否不同 為何會有這塊椰子 好像沒有 是不是這個版本才有 OK 拌一拌 拌一拌 然後放上另外一樣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冬冰胃的特色 就是有七味粉 有七味粉 下下下下 好搞定 好搞定 然後放上這個七味粉 那就OK了 趁熱 看看是吃麵吧 日版 沒有寫到有句中文字 如果你買行版的話 會有寫著 有句中文字寫著東冰胃 不知甚麼 烏冬即食麵 這次它這個版本就下了 下了七味粉 還有它那個湯底就不是湯粉來的 它是液體包的 所以感覺上它是 香濃 香濃很多 照舊吧 那個水那裡就盡量 盡量下準一點 就不會很鹹 然後再放上我這塊魚 不用了 個人呢 挺喜歡吃 日本製的沙甸魚罐頭 或者魚類的罐頭 他們呢 挺有趣的就是 他們冷了不是腥的 有很多時候的魚 但是呢 我吃了這麼多罐 其實都 我想有一兩罐 一兩罐 就會腥 但是大部分都不腥 這次就開了一罐 這罐一直我想開的 我以為是蘿蔔 我以為是汁煮蘿蔔 誰知道原來是汁醬油煮的 蘿蔔 沙甸魚 那麼 下次還是不要相信那張 不要相信那個價錢的TED 自己做一下功課先 立刻上網查一下 查一下那個觀念是什麼 有興趣就試一下 在激安就買到的了 這個東冰衛應該好像 我記得激安都好像有得買的 不過這款我不知道有沒有 即是有七味粉這一款 又不知道有沒有 如果我下次再去的時候 我想我都會去密識一下 另一款的東冰衛 有很多款 還有尤其是關西和關西的版本 這個挺有趣的 下次可能要買兩包回來 去吃一下 一次過吃一下 一起吃一下 看看到底分別是什麼 是湯底分別 湯底問題 還是面質的問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like 如果想繼續收下一個訂閱 如果想知道我最新的影片就按個小鐘 這個剛剛新想到的 記得 我的朋友經常提我 叫我記得說 有興趣就買罐 買這罐罐頭試一下 我覺得 很好吃 我喜歡吃沙迪魚 這個蘿蔔真的差一點 我喜歡吃沙迪魚 沙迪魚 下次再見 拜拜